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海航行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公海的法律秩序将难以维持 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公海航行自由了 那么船舶的国籍和船旗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海上航行的船舶要悬挂某个国家的国旗 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人们把这种旗帜叫做船旗 船舶要悬挂国旗 首先应具备这个国家的国籍 确立国籍之后 每个国家还应向船舶颁发 有关证明其船舶身份的文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船舶国籍证书 就好像身份证是证明我们每个人 独一无二的公民身份的证明一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就规定 船舶在海上航行 不悬挂其所登记国的国旗 或者悬挂两国国旗的 视为无国籍船舶 而对于公海上航行的无国籍船舶 可被怀疑为海盗船 任何国家的军舰都可以对其行驶 登临权和紧追权 第二取得我们国家国籍的必要条件 各国家对于船舶国籍的取得 规定了各自不同的要求 船舶若想取得中国国籍 需要满足我国海商法 船舶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 我国海商法在第五条规定 船舶经依法登记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有权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 船舶非法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 由有关机关与制止 处以罚款 此外船舶登记条例第二条 第七条规定了船舶登记的条件 难过起来包括 一公民的住所或者公民法人的主要营业所所在地 在我国境内 二法人注册资本中 有外商出资的中方投资人的出资额不得低于50% 三 船员应当由中国公民担任 需要雇佣外国籍船员的应当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 除此之外 船舶登记时还需要交验船舶所有权证书和根据航行区域交验其他相应的文件 只有满足以上这些要求 船舶才可以得到我国国籍悬挂中国的五星红旗 我们来看一下方便骑船 一般来说一艘船舶只拥有一国国籍并悬挂该国国旗 而且船舶在哪国登记注册就应该去有哪个国家的国籍 很多国家例如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等等 对于船舶国籍登记都采用严格登记制度 对于在本国登记的船舶 需要该船舶所有人公司的国籍 本国公民或企业在船舶资本上的比例 船员的国籍等方面予以限制 而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船舶登记条件规定就比较宽松 也就是采用开放式登记制度 允许外国公司或自然人拥有的船舶在本国登记注册 不论在公司登记注册资本比例 还是船员国籍方面的要求都比较低 或者几乎没有限制 这样就出现了船齐国和实际的船舶所属国不一致的现象 例如巴拿马 巴哈马 塞浦路斯 马萨尔群岛 中国香港地区等 都允许外国籍的船舶在本国或地区进行国籍登记 因此我们也把在开放登记国家和地区进行国籍登记后 悬挂的登记国国家的这种旗帜称之为方便旗 Flag of convenience简称为FOC船 悬挂这种方便旗的船舶通常被称为方便旗船 那么目前啊 宣布为方便旗的国家和地区呢 有如下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区域 大家呢可以在屏幕上看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